我就是在这边,你们录制聚集 名称的话,我就叫地址查询 然后有一个,按2好了,第二个按确定 然后第一个,邮标先放在 这个A1上面点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这边有个筛选,对不对 再来筛选之后的话,这边有一个文字筛选 包含,你可以先打一个,比如说我先打一个中校 类似像这样,先给它一个 我就是说,一个demo的,最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Ctrl C 它会帮你录下来,再新增一个 新增修改这个不用做,没关系 或者你干脆这边也把它改一下 这边叫中校 中校,它也会帮你录下去 然后再到什么A1上面把它Ctrl V贴上 再选A到K栏 做什么呢,常用里面的格式 自动调整栏宽 调整完之后再切回来 你可以邮标再点一下 A1,取消选取 再切回到地址 再把什么呢 资料的筛选取消 邮标再点一下 A1 或者是B1都可以了,点一下 就完成了 那就录完了,对不对 录完之后的话呢 记得开发人员这边停止 最后还没完 当你现在RUN它可以跑,可是 有 它没有办法加一个input box 所以最后记得就加上,这边编辑一下 这边的话第1个 加上什么,加上一个input box 所以这边有个S 等于 这边加一个S等于input input box 那我就给它输入什么,输入一些,请输入查询之类 然后 进来之后这个S S要怎么样呢 丢到这边来 所以 中效两个字记得 先用双引号把它切开来 空格空格移到中间 end end 移到中间 把S放在中间 因为它是个变数 变数前后都要加什么 加那个 就是先切开来 然后这中间呢 再加上 一个 串接符号 好,那再来的话 这个其他都不改 这个是 你可以再加注解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复制 然后再来 Add一个 在最后面 名称的话 改成中效 不过这边的话 请记得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那个名称 它叫shift.com 最后面那个 名称叫中 叫什么 不叫中效 我们叫什么 叫S 这个是一个变数 OK 这样就改完了 其他的话 OK 这个什么什么 small score 如果看到small score的话 也可以把它删掉 改完之后的话 就是我刚刚 做的一样的结果 最后的话 记得 再加上什么 其实我大概 刚刚就改了几个 这个 加这个 1 2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记得是双引号 跟双引号中间 这个可能要稍微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地方 其他好像就差不多了 最后记得 再补上什么 补上那个 这个 就是注解 有没有 做完之后 就是一个查询系统 很快 而且很方便 以后你要怎么查就怎么查 而且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将来你做完之后的话 你要查询 你就按下去 比如要查 住人爱 现在 最贵的应该是 信义 人爱已经很贵了 反正现在台北都贵 没有便宜的 随便一间都是千万以上的 现在 都是千万 所以按确定 闪一下 对不对 看下人爱 就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 以后你要查什么 就很简单 做法 其实 你可以把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个 当成什么 当成是范本就可以了 刚刚的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在最下面这边 程式 这个步骤 你就当成范本就可以了 反正几乎都通用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因为 这个步骤 你要熟练之后再来run 因为我已经run了很多轮了 所以 比较熟 我看有些同学对筛选 还不太熟的话 那尽量要善用 里面 还不只是这样 里面还可以做多条件查询 他有一个或 还有一个是 且 也都可以 没有问题 只是因为 我们的 时间不太够 所以 就开个头 如果各位有 对那个什么 多条件查询有兴趣的话 你在录制的时候 再多下 一个条件 你可以选或 或者且 也就可以帮你做多条件 筛选 另外 Input Box只能一个 你可以两个 不过感觉 还是需要用到表单 怎么样做表单 我想 这个怎么样做表单 也 前面好像我们也只是开个 好像有做一个大概 吧 但是 比较深入的 比较复杂一点的表单 我也会在下个阶段的课程会讲到 所以 基本上下个阶段的课程 也是这个阶段的课程的延伸 但是他比较深深入一些些 如果各位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或者是 不过建议 还是要先把这个阶段的课程 先做 消化吸收 再来衔接 可能 压力不会那么大 压力不会那么大 所以大家也许 你可以 先 停个一期吧 然后下一期 觉得 已经有感觉了 你再来 接 也会比较OK 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 都需要一点点的程式的 基础 那我已经尽可能的把程式的部分 简化再简化 但是不可能说 都不提到 程式部分 因为 以Sale的那个VBA自动化 他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在程式上的应用 当然也不见得一定要写那么复杂的程式 以目前我们这个阶段的 范本 对于一般性的工作需求 其实就已经能够派上用场了 不过最重要 还是要 去 去做 去不断的去实作